人最为真实的一面 只有在绝境之中 才会有所显露 尤其是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 更能体现最本真的自己 是舍生举异 还是苟活于世 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做到玉罪和瓦权的平衡 这更是一份答卷 在明朝灭亡的时候 必然出现了很多生死的抉择 崇祯虽是个拥弟 却也能转身 选择殉国而亡 在朝堂之上 有类似于吴三贵的叛徒 但也有很多 像崇祯那样的烈士 就有这样一个人 仅凭着刑场上的一句话 令所有的筷子手 都主动跪拜 他就是左茂帝 来自山东来阳的左茂帝 竟是出身 崇祯帝在位的时候 他的仕途 一直是平淡无奇 在奉黄命南下巡视的时候 竟悄然躲过了 京城被攻陷的劫难 后来参加了 反京复明的南明政府 虽然是一名文人 却不是普通异议的腐朽书生 有着豪迈的壮志和气概 在他看到自己国家内部 全臣扰乱朝纲 外部清兵过境 灾祸不断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做一名中军爱国的臣子 崇祯皇帝殉国以后 面对清军的威胁 当时的南明政府 分成了主战派和求和派 左茂帝就多次上书 建议主动迎战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主动权 才能守住南方政权 但显然昏庸的帝王 和贪生怕死的大臣 都主张求和 以苟活于世 那么既然决定弹劾 就必然要派出一个代表 那些懦弱的文人们 一想到清朝的如猛狼般的攻势 就望而却步 没有人站出来主动应成 最后这个古差事 自然就落到了左茂帝手里 他本是主张应战的 却成了弹劾的代表 简直是个大反转 这就是给英军当臣子的悲哀啊 即便如此 他也欣然应允 北上开始了 这段艰险的求和之旅 夺尔滚 作为当时大清朝的摄政王 把持朝政 视他们为偶以之辈 故意把他们安排在 外藩蜀国专用的旅店里 这惹怒了左茂帝 要求转移到了洪卢寺平治 多日以后 才收到大学士刚临的接见 却被要求按女真族的习俗 坐在地毡上 左茂帝大放拒绝 并坐在了椅子上 在两人的辩论里 左茂帝不惧刚临的威胁 不卑不亢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谈判结束不久 竟遭到了软禁 不过多尔滚 却十分佩服左茂帝的男子气概 和不可多得的才能 多次派来使者 企图招安左茂帝 但那些派来的使者 每回都被他骂走了 多尔滚请来他们五位首领 好言相劝希望可以归顺 没想到左茂帝 一心只想求死 便将五个人 一同压到了法场行刑 即便是在这时候 执着的多尔滚 竟仍就没有放弃 他招揽人才的计划 他在行刑前 继续派人传来口语 称投降的可以封王 左茂帝喊道 您为男鬼 不为北王 这句话 让当时良心尚在的 前名筷子守阳某 煽然泪下 扔下刀 便跪在他们面前叩拜以后 才无奈行刑 左茂帝的壮举 不愧为一代阴烈 他的民族气概 应当让我们勇气在心 喜欢这篇文章吗 风牛爱世界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